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超級升旗易直播 說回我們 現在在大陸出現了一群大白 可以說是無惡不作 在周圍抓人 另外被抓住的人 拳打腳踢 看見他們打了很多人 連大妻子 連老人家都不放過 但是 這些大白 也是發生了問題 原來他們 也是被人黑扣公知 剛剛看到 Twitter有個短片 看到一群大白 舉起橫額 要工作 要吃飯 很簡單的一句口號 告訴大家 他們現在都沒有人工 沒有飯吃 抗疫英雄 抗疫英雄也要吃飯 為什麼抗疫英雄也沒有飯吃呢 因為大白在大陸有很多好處 原因 他們可以打架劫舍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是打架劫舍 他們現在 強行把那些戶主帶走 第一時間 全屋子要消毒 拿那些噴 然後 家裡的雪櫃的全部都幫你扔掉 當然如果有對的可能自己會留下 還有 他們要你把鑰匙交掉 很多屋主 回到的時候 家裡的現金已經被人拿走了 其實 就等於合法抄家 抄走你家裡的錢 早前看了一段影片 有人說是閃靈 閃靈的電影不是有傻子撈開門 他也是 爆開人家的門 衝進別人家屋 鏡頭是影響爆門的 所以跟閃靈很相似 那個叫甚麼名字 那個男人 一時間 我醒不起來了 那個很出名的男人 閃靈的電影 悶到吵了 其實那部電影很長 只有那個角度 只有那個角度 只有那個角度最刺激 中間很悶的 中間很悶的 你不知道在說什麼 中間看了一個睡著的 但經典也是有看的 血量滲出來 浴缸全部都是噴出血 浴缸全部都是噴出血 織尼高訊 這班大伯我們想說 他們出來遊行抗議 其實他們有工作的 沒有薪水的意思 他們是在工作的 只是不出薪 所以他們應該要出薪 吃飯 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們是 個人得失看得太重 現在國家防疫很重要 防疫重於一切 個人一頓半頓飯 根本你們就不應該那麼戒懷 為甚麼他們會沒有飯吃呢 連防疫人員都沒得吃 其實上面的糧食短缺也很嚴重 但是如果根據上海那些 放出來的影片 有錢人也很有錢 也還是很有食物 食物多到要放在垃圾桶 他們有幾種東西 一種就是 你去團購的話 你要得到居委會同意 意思是你要光顧居委會 才准買 如果你不是光顧居委會的那些 你一定要光顧他給他賺 因為中間有一個大的差價 真的是充滿國內風情 國內人是這樣的做事的 就叫做難路收費 難路收費勒索 你說會不會產生經濟效益 你想想想 這個叫做愛在成本 他那個經濟是這樣的 他這個經濟是這樣的 難路收費 這個叫做黑旋風模式 難路收費 收費收到手軟 然後上市吧 把他發債吧 你說可以嗎 土匪上市而已 打劫上市 黑旋風你愧嘛 此路事我開 此山事我災 如果要路過 樓下買路遲 按上市公司的 招股書的寫法 我們現在已經霸了幾個山頭了 未來的五年 我們會把整個 河南省的所有山頭全部霸了 所有人走過都要給我們打劫 我們 值得投資了吧 這樣不是毀滅性經濟是什麼 這樣也有上市 當年大家記不記得有家公司叫龜真堂 是福建的 他們 主要經營業務 是兩隻黑熊 他們就是買個鐵籠 把兩隻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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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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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為甚麼出了這個狠樣 這傢伙被人打不夠 人們說當時沒有打夠死他 有人出來講這些搞不好 閃了 歸真堂是什麼 是一家 賣紅膽汁 它的 用鐵籠裏共產就是兩隻黑熊 然後 從鐵籠裏中 つ太으면서 將兩隻黑熊會的 固定 每天 neighbourhood 拉出來 再拉出來 然後自行 要 advise anyone 他們都說 Ent nouveau 黑熊的膽質 其實是跟你打劫一樣的 你可以當這是farm 有點不一樣的 已經正路了 太正路了 剛才說的是很不正路的方法 有甚麼理由這樣的經濟可以運作下去 經濟不是創造經濟效益 完全是建基於損害別人上的嘛 這個不是經濟效益來的 歸真堂已經算是比較良心企業 相對於打劫 中國大陸有甚麼可能維繫呢 白兵的糧在哪裏出呢 你現在是容許一群白衣的人去打劫 現在連這群打劫的人都沒有飯吃 問題就是黑吃黑 他們上面的上司 黑扣了糧 因為本身 其實跟俄羅斯一樣 跟俄兵一樣 上面那個國防部長貪污了一大拳 然後下面的上將沒有辦法 唯有在你那些沙布那裏打主意 這個就向你的軍糧打主意 給你1985年的軍糧給你 那個時候沙布也要貪污 給你1974年的沙布 俄軍有說 去哪個國家 我忘記了 好像是藍奧賽梯 有些士兵說去哪裏 10架軍車 只有3架可以用的 10架有7架都不能用的 然後 有人受傷 受傷了5天都沒有人理會 醫生跟他說 要收紅包才幫他治療 很厲害 跟大陸一樣的 這樣打仗法你會打得贏 真是神奇的 有機會的 對面再貪腐過你就可以了 所以你說烏克蘭貪污真是好笑 你真的有甚麼資格說 全世界最沒有資格說的就是你倆國家 一個叫俄羅斯 一個叫中國大陸 最沒有資格說的就是你倆國家 真的很好笑 你說那些士兵受了傷要給紅包才能治療 這個戰爭史裏面 絕無僅有 他還說 沒有人指揮的 每次有行動的時候 指揮官就會失蹤 然後是士兵自己去 帶隊的人不存在 每逢要出擊 指揮官失蹤 根本就是 完全不會有人有心想打的 你告訴我 你跟打球一樣 射到球你也看到兩人坐在外面 你踢過去吧 其實南武塞梯的士兵 甚至乎他們還沒有進化 他們應該向上報大節 要加獎 然後就把軍備全賣給烏克蘭 真的笑死 其實大陸的情況 跟俄羅斯是很接近的 現在這場防疫其實跟烏克蘭戰爭一樣 上有上貪 下有下貪 大伯上面的上司 貪污了他們的那份糧 可能是上面一直扣下來的 本身他們除了有 有飯盒之餘 應該還有糧出的 肯定糧就被人扣了一部分 到了中間那一層 沒有錢出糧 怎麼辦 連飯盒也吃了 那我吃甚麼 我就吃那些飯盒 把那些飯盒賣給人 大陸有很多這些 大陸一家工廠也是 有人包火食 包火食那些都是黑扣的人 吃到很差很差的 包火食吃到很差的 扣不到火食就想大方 跟豆腐渣工程一樣 每一樣東西都是搞貪腐的 偷工減料 他就在人那裏偷工減料 在你吃飯那裏減少一點 那些大陸其實跟士兵一樣 幫中共打仗而已 維穩 如果 他們解放軍 公安 他們不敢扣人工的 但這些大陸有很多是自願的 自願者 你們還是自願的 不如你自己自帶乾糧吧 現在問題就是他們 乾糧沒有 因為 所有地方被你封鎖了 他們想自帶乾糧都沒得帶 所以一場疫情 令到那些 信仰崩潰 國家信仰崩潰 本來就跟你說制度優越性 下一大堆原汁原味的小粉紅死光了 全部遭受鐵拳攻擊 又或者不是鐵拳攻擊 你看到有甚麼制度優越性 整個制度就是徹底貪腐的 連給飯盒也要貪腐 最優越的就是連你們也要給人吃 這是最優越的制度 就像這班大伯 如果那班大伯 說真的 你們做那麼多壞事 你們也該死的啦 最近很多的影片是反抗的 就是那些人被人找得來反抗了 但是那種反抗的力度 跟香港沒有得比 可能上海是一個 經濟城市 個個都說錢 那些人就算暴動起來也是很輕劇 跟香港 2019年的香港 絕對進步過現在的上海 當然 以往大陸 那些暴動是很暴力的 又綁住公安 又要燒死公安 然後就扔磚頭 然後就用石油器罐扔 放火 汽油彈 甚麼都有的 但是 經過了習近平這10年8年的鎮壓 沒有了 那種勇武的那些 越來越少 你看不到有一大群人拿著刀來追著大白斬 沒有呀 早晩也有拿刀 一個半個 一個半個 你沒有飯吃 大白就行了 這麼多糧食 下去吃了就行了 沒有得吃 即是 沒有辦法 人們當你沒有路走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 這些就是 這些人 將來 造反可能就是這些人 即是明朝 明朝末年為甚麼會造反呢 軍隊就是沒有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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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隊就是沒有� 很像毒藥 你想想 吃到他們一層 這是好事來的 你看到多些畫面 這樣才有機會 否則欣欣向榮就死了 欣欣向榮大量的五毛小粉紅 周圍出去收購企業 買了KOL 天天幫他們宣傳 曲線 叫人不要去集會 到時就難搞了 到時真的可以死了 其實大陸反而我覺得形勢一片大好 接下來多些人 多些大白沒有薪水 甚至乎連公安也沒有薪水 連公安那份也被人貪污了 其實是最好的 當維穩力量也要出來反抗的時候 國家才有希望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